其實我們扁桃腺癌的一個成員 主要還是大概有佔的七八成 還是以菸酒檳藍為主 就所謂的... 跟這個有相關 在國外大概佔了七八成 在台灣的話 電腦化療完之後 資深藝人陳凱倫 去年發現罹患扁桃腺癌 二性腫瘤長在右邊的頸部位置 緊急動手術切除後 索性从4期恢复成1期 而多数人常听到扁桃腺发炎 对于扁桃腺癌的了解较少 但根据国健署资料显示 国人每年诊断为口腔 口咽 及下咽二性肿瘤的病人超过7000人 每年死亡人数可是超过2000人 关于扁桃腺癌的成因和症状 我们来听听万芳医院耳鼻喉科医师丁一芳怎么说 我是万芳医院耳鼻喉科丁一芳医师 一般来讲扁桃腺癌 我们就是要先知道它的位置 扁桃腺大概就是介于我们的 在口咽部的位置 那原理上它是在我们上面就是鼻咽部 下面是下咽部 前面就是口腔 所以它算是我们这中间 叫深层的一个部位 所以通常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去从压舌头去看 它的扁桃腺是否有一些异状 从外观去检查 第二部分我们还会用一些就是促诊 去看看它是不是有些质地 有没有一些异常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扁桃腺癌的一个成因 最主要还是跟一些烟酒病癌 其实这三个还是主要会刺激 造成我们扁桃腺病变的一个主因 那当然这几年其实在国外 他们也会针对口咽癌 就是扁桃腺癌属于口咽癌的一部分 他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去研究 那发现就是HPV 就是所谓的人类入住病毒 跟这个有相关 在国外大概占了七八成 在台湾的话 目前来讲大概在三成左右 是HPV相关的一个口咽 就是扁桃腺癌 通常一般我们一起 就是说它局限在扁桃腺的位置 所以上有时候它只是很轻 就是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可能同样就是有点怪怪异物感 可是每个人的症状不一定一样 早期要去发现确实不容易 那通常开始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 就是说它已经侵犯到旁边的 比如说它的一些咀嚼方面的肌肉 因为我们扁桃腺旁边 就是我们一些吞咽的一些肌肉 那它影响到的时候 开始就有一些吞咽的一些功能的异常 所以上一旦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表示开始在往第二期的迈进 甚至到第三期去了 那甚至有时候严重的话 会跑到颈部淋巴 这个时候又更进一步 所以上其实我们通常希望说 能够早期去发现 所以上其实我们都会建议病人 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异常的状况 我们都会先赶快去做一个 新一步的一个检查去看 那甚至有些扁桃腺 因为我们常常知道 有些扁桃腺发炎的病人 他也会耳朵痛 因为他会牵扯到那个痛觉神经到耳朵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 通常会先检查耳朵看看 有没有是单纯的中耳发炎 还是说是因为 我所谓扁桃腺引起的一些传导性的疼痛 所以如果一旦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会要去评估 排除掉之后就要去检查 然后现在是会有其他的问题 原则上其实如果一旦到第三、四期 我们现在主要是一、二期算是早期 三、四期算是比较有伴随晚期 在早期的病人 我们有一些方式可以去改善 就是说除了手术 切片手术 甚至整个完整的切除之后 那术后我们去看他们一些危险因子 需不需要做后续的放射线治疗 还是化学治疗 通常早期的病人有时候 我们切除完就OK了 那你没有进入放射线造射或化学治疗 当然它的副作用就会比较像 可是一旦你到了第三、四期 比较晚期的一个病人 他需要加做除了切除以外 你还要加做放射线治疗 甚至化学治疗 他就会造成这一局部的一些 吞咽的一些功能的异常 吞咽困难 这就是他的后续的一个副作用 那原来上大概三、四期的治疗的效果 目前来讲 如果跟HPV相关 就是跟那个乳涂病毒相关的 他的治疗的成功率会比较好 可是如果是因为烟酒病人造成的 便到现在他的预厚就会比较差 所以上其实还是 我们会根据他病人的结果去判定 所以原来上如果是第三、第四期的话 如果好好的治疗其实都可以超过六成以上的一个治疑的比例 跟女人也有关系 原来上还是 因为你知道我们扁桃腺癌的部分 很多我刚刚有特别讲 他还是跟烟酒病人为主 他去刺激造成他的一个扁桃腺的一个病变 那原来上其实他最常见的还是 就是耗发在我们的中壮年 一般人大概四、五十岁 比较常见 当然我们也会有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个案 像我最近诊断的甚至二十几岁 口烟来的、鞭桃腺来的病人 所以上其实我们偶尔会遇到年纪比较轻 可是毕竟那是少数啦 我们以最常见的还是大概四、五十岁以上 而且男性居多 大家还是烟酒病人比例比较高 女生相对比较少 所以上还是男性的病人会相对比较多 通常女性烟酒病人比例相对低啦 那有些就是会跟HPV 病毒相关 那像你怎么发现得到HPV? 就是只有打疫苗吗? 打疫苗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几年前他们国外有一个艺人嘛 不是有得到口原来 所以他就说什么是因为 是因为 oral sex 传染的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还蛮夯 那个时候在讲这一部分 所以当然我们原理上还是建议 就是说减少一些危险的一个 一个性行为 类似这样子 这个就是可以避免 HPV病毒的一个传播 我们通常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病人吃得不好 比如说像有些在治疗的过程 我们在口原来的治疗 比如说扁桃仙人他治疗 过程其实也是有点辛苦 他有时候接受放射性造成 甚至是化学治疗 那在治疗的过程的时候 他会造成他这边的黏膜溃养 我们嘴破的时候是不是吃东西很痛 比如说你吃一个比较刺激的 比如说你吃一些比较咸的 你是不是觉得很痛 电疗化疗完之后 他整个黏膜都会受损 所以他根本吞不下东西 但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 无法去体会那个痛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通常是针对一些病人 他完全没办法从嘴巴吃的时候 我们才擦鼻胃管 那现在有些时候 我们甚至有些针对一些病人 我们甚至会做胃造龙 就从胃打个洞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从鼻子擦 就胃这边大一个洞 从胃直接灌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鼻胃管擦得不舒服 所以通常来讲 有时候我们是在治疗过程中 他会觉得吞咽困难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一个鼻胃管 通常治疗完成的时候 比如说他可以正常见识 我们就不会擦 你想想看 你吃东西 你会希望从鼻胃管灌 其实这个生活品质不好 你吃还是喜欢从嘴巴 去感受食物的美味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想法是 能够尽量不擦鼻胃管 尽量不要擦 那原理上其实如果说 你看到的一些病人 他有一些鼻胃管 通常是有种是治疗过程 有时候过程中 他需要靠这个 维持他营养 毕竟你在治疗过程 你还需要营养去支持 你如果营养不好 你没办法完成整个治疗 所以上其实认识过程 通常移除之后就OK 北条线来的病人 我们还是建议 第一个还是研究病人 尽量少碰 甚至不要碰 第二个部分来讲 当然如果说你 经济许可的话 目前来讲 HPV的一个 疫苗的一个注射 可以去预防 他HPV感染 后续造成的一个 扁桃腺癌的有发生 这样子 初期的扁桃腺癌 并无特别的不适情况 直到肿瘤侵犯到周围组织 或颈部淋巴转移 再就医确诊 时常已经是晚期了 提醒民众 如果有下列症状 例如 单侧喉咙痛 一个月以上 僵口困难 无痛性颈部肿快 单侧扁桃腺异常肿大 单侧耳痛 扁桃腺有明显溃疡等 应尽快就医 接受治疗 健康聊天室 我们下次见